请 收 好 非常好 江念宇同学展现了非常完美的防守技巧 郑楚耀同学的攻击也很有力 期末考试要到了 不想考试不及格的人 应该多向这两位请教 下课 站住 今天我要跟你分个胜负 看来你是一个喜欢偷偷摸摸 在别人背后做小动作的人 你什么意思 敢做不敢当啊 人家可是有婚约的人 一个连遵守承诺都做不到的人 请问他也有什么立场去指责别人呢 今天我就要给你点颜色瞧瞧 让你知道 乱动本少爷东西的下场 是 是 你的心这么乱 很容易让对方找到破绝 再好好练习一下 不用谢 下次有问题可以再请教我 再见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抱歉女士 我们这里是采员会员制的 我不是才给你看过金卡了吗 不好意思女士 您给的金卡是属于另外一位会员的 她已经挂师了 不可能 这卡是我女儿给我的 林太太你好 您的客人在里面等着呢 还不赶快消失 要是下次再让我抓到你偷星辰的卡 你所有的卡 都会像今天这样被停掉 就要这瓶 好的没问题 你们这么露的电 下次我也不来了 等你家星辰啊 跟郑家公子结了婚之后啊 你就可以享福了 我怎么听说郑鼠药那孩子 在学校的晚宴上抛下星辰 而且好像已经有女朋友了 不会吧 初遥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她非常有教养 不会做这种离谱的事 当然不会了 我们初遥最度是了 这中间啊一定有误会 小孩子嘛总是爱贪玩 也不用太在意啊 对了 我的二十五周年结婚家宴 各位可要都来哦 我只请了最亲近的几家人 明丽啊 把星辰也带来吧 初遥跟星辰的订婚日子 也开定吧 那当然 你们这些坏蛋统统给我跪下 李星辰 我辛辛苦苦养了你十几年 只要你为我做好这一件事 你就拿这个给我看 妈 对不起啊 你没去上学是不是觉得很丢脸 我 我也觉得很丢脸 我陈明丽这一辈子没有输过 没想到养了你这么个没有用的女儿 你上不上学考不考试我不管 但是丢掉的脸面 你必须给我找回来 知道了吗 下个星期 郑家会举行结婚中年宴 到时候宣布你和郑楚要订婚 你最好给我打起十二万份的精神 如果再这么没用 就不停